我這期年就說 喔 亂選一團 就要表個過了 你是在擊掌 我不知道啦 在野黨都不用來開會了啊 反正執政黨表決就會贏了 所有議案都不用討論了 你歡迎的冠冠起來 最有效的先典嗎 好主席喔 是這樣子 因為昨天的經濟委員會啊 他在處理議事程序上面 因為昨天是接續的之前 六個禮拜前嘛 那個針對的是 有關行政命令的四個提案 其中兩個是國民黨團 然後是民進黨團的喔 那他昨天呢 就讓第四案發言完 然後呢竟然就結束了 就完全沒有討論 就是27個附帶決議喔 那當時在未還委員會的 處理的方式 他是有的喔 他是連著行政命令 一起討論附帶決議 所以這個部分在未還委員會已經 都有完成行政命令 跟附帶決議一併的討論 而且呢 在未還委員會的討論裡面 也沒有限制 可以發言什麼登記截止啦 又或是說限制幾分鐘 然後或限制說 什麼每個人只能發言一次 因為既然是大家都知道 近道的討論階段 本來就是有意見 委員有意見又還有問題 他本來就還可以再跟官員間 做互相意見的交換嘛 可在經濟委員會昨天都沒有進行 相關附帶決議的討論 好所以跟未還委員會處理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昨天就提出程序問題喔 但是主席呢 完全不完全不處理我們的程序問題 直接就進入表決 然後再進到第二個表決之前 其實還有休息 宣布休息十分鐘 很就宣布休息十分鐘 好 就後來呢 大概五六分鐘的時候 主席就直接在上面說 宣布開不到 就開始表決第二案了 也沒有經過議事人員 十分鐘到 因為他既然宣布休息十分鐘啊 他當然就必須要等到休息完 經過案零 才開始進後面程序 他也沒有 就直接進到第二案的表決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就 也不讓我們充分討論 所以今天為什麼大家來 因為昨天不討論 我們就說要送這邊協商 我們就來這邊發言嘛 可是最主要是我們覺得 昨天的會議根本就是無效 所以請院長必須要處理 昨天相關會議的情形 好 謝謝 好 很快 這主要還是昨天這個 嚴重的程序瑕疵啦 九點開會 十點十六分 會議就已經結束了 那這過程當中 剛剛我們的書記長已經講了 充滿了各種的瑕疵 那其實 整個立法院的核心就在委員會 在委員會裡頭 要充分的討論 充分的磋商 還有跟行政官員 充分的互動對話 那才能夠彰顯問政的品質 才能夠徹底充分的幫國人 來監督行政單位 所以在這裡是立法院的職責 而且在委員會 非不得已是不動用表決的 沒有辦法處理 討論進入膠著狀態 沒有結論的時候動用表決 而不是都還沒有開始討論 連提案人都沒有機會說明 就沒收所有的臨時提案 這樣子的一個粗暴 而且當天是民進黨委員 急著要跑去哪裡嗎 幹嘛十點就要結束了呢 你不能開會開到中午 不能開會開到三點四點五點嗎 一定要這樣子 都不讓大家討論 大家都知道表決民進黨一定會贏嘛 但這過程的充分的表示 代表民意 告訴行政單位 老百姓在乎的是什麼 不然他們現在都這麼的不接地氣 都脫節的這麼嚴重 立法委員才能夠 真正的 欸不然選我們要幹嘛 那以後在野黨都不用來開會了啊 反正執政黨表決就會贏了 所有議案都不用討論了 你歡迎的冠冠站起來的時候 有個新電影 這實在是太離譜了啦 那昨天這麼多的案 大家都發言都還沒有發言 莫名其妙忽然間就說表決 然後表決的這麼粗暴 有必要這樣嗎 好 來 來主席 來主席 來主席各位先進喔 我要強調的是 昨天啊 其實老科都已經清楚了 我們維州也跟你講了 明天是要送 昨天是要送出去法案的 我們底線都跟你講了 我們也知道 這個要協商25號以前要處理 我們當然要讓他出去 但是出去之前 我們有這麼多的附帶決議 這裡面你看一下 不是九國民黨的 也有其他黨的 也有時代力量的 也有民眾黨的 他有附帶決議 一、二十個附帶決議在這裡 然後你連討論都不討論 火力烏魯的 快要過 我就不知道你 我們總召已經跟 兩個總召都已經講了 明天是 昨天一定會出去的 我們也要出去 我們二十五號要處理 二十五號以前要處理 這個東西 你也說嘛 要正面對決 我們願意正面對決 但是在野黨 我們也知道 舉手舉腳一定輸嘛 所以我們有的就是 我們中間過程 我們程序 我們要把它講清楚 老百姓的疑慮是什麼 行政部門沒有注意到的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能夠做的嘛 那我們敬我們的本分 結果你連這個 全力也把我們沒收了 把我們掐死了 這個東西真的太嚴重的瑕疵 你們是在擊散 十點多 我這氣而已 就說 亂全力團 就要飄過過了 你們是在擊散 我不知道 你們現在講了齁 你講都不會流口 你自己講 等清楚喔不要亂講 維中已經答應了 昨天就是要出去的 他就跟我講說 昨天一定要出去 因為我們二十五號以前 這一定要處理 所以昨天要出去 才能來這裡一起協商 沒流口 我們只是要發言 所以我們今天訴求就是 我們要發言 我們要發言 但是你們不給我們發言 直接就表決 把我們立委的 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來這裡代表民意 代表民意講話 這個全力把我們沒收掉了 我們是不能接受了 所以昨天是嚴重瑕疵 我是具體建議啦 你昨天你明天在這邊 意思確定 確定之前讓我們再講 再講個半天 一樣過嘛 這東西也相處理一樣喔 何必這樣子呢 重新來 重新來再講一遍 我們跟你協 我們圍住可以跟你 跟你切結都可以 明天一定出去嘛 讓我們公共來出去嘛 這樣不行 就這樣 給我們講話 我要發言 這樣而已而已啦 好 楊委員 院長 今天啊 是應該要大家理性的來討論 結果呢 還在討論這個議程 所以我希望 院長你做一個民主的公斗背 民主的公斗背 昨天的議程 是在六個禮拜前的會議延續 當我上個禮拜 我給賴昭偉說 這個案子 我們要進入協商了 那你到底要不要排 他說賴昭偉說 你請你們的人不要講那麼久 我就來排 我說我們都要理性討論 好不容易 經過六個禮拜 昨天來排 九點鐘開始開會 延續上一次的開會 還有十四位要發言 如何可以在第四個發言之後 直接說停止討論 其他後面的人 你有經過人家的同意嗎 發言結束 這第一個 等一下 還沒有 沒關係 接下來 接下來 有的不在現場 來這些亂場了 柯總章你說了一句話 你說就比照衛環委員會 的處理方式 對不對 柯總當你在現場跟我說的 我告訴你 他們有討論 因為衛環委員會 所有的附帶決議 連帶 現在這一件案子 是逐案討論 一併逐案討論 有 有會議記錄 逐案討論 逐案讓他們發言 為什麼 27 等一下 為什麼 27個案子 為什麼 27個附帶決議 不可以發言 什麼理由 9點鐘開會 10點16分結束 為什麼 我們要發言不能發言 27個附帶決議裡頭 有國民黨 請你尊重發言權 我問你一句話就好了 請你尊重發言權 不然你會講錯啦 27個附帶決議院長 你要做公主廢 這也有國民黨 也有民進黨 也有其他的進黨 這個就是大家理性好好討論 27個附帶決議 剛開始就要說 全部送院會 來做協商 我們說 就還沒有討論 為什麼要直接送 現在才9點多而已 昨天的情況是如此 所以 既然我們今天在這裡討論 民眾都希望要清楚 我們只要求一個 提案要說明要討論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不行 立法院有說 9點開會 10點16分以前要結束 有這個規定嗎 是院長你規定的嗎 要不然本席要請問 到底大家在急什麼 所有的委員 五個委員會聯席耶 五個委員會聯席 其他的委員 有的在自己的委員會 立即下來 為什麼不能發言 所以我希望 院長 你來做一個公討備 民眾希望要了解的 為什麼行政部門 由主席也邀請他們立 立在我們的委員會 也不給他們發言 我們要發言 我們希望聽到 官員的說法到底是什麼 民主政治應該是如此嘛 怎麼可以剝奪其他政黨 人家的發言權呢 為什麼可以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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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駿八員 請大家理性 不要激動 休息十分鐘 請大家休息 休息十分鐘 休息一下 程序發言是因為我們要講話好不好 剝奪我們在野黨發言權你什麼意思啊 剝奪我們在野黨的發言權 程序發言會怎麼不處理 程序發言有沒有處理 衛環委員會沒有對附帶決議做討論喔 沒有 八案討論 八案討論而已喔 我們要求程序發言你們有處理嗎 每次開會都在想心補 程序發言你們有處理嗎 要不要念給你們聽 程序發言你們有處理嗎 會完委會有 你們九點到十點下 默受我們的發言權是什麼意思 在會完委會不是大家都發言 還可以到晚上嗎 你們將是人主席才是 停止討論 你們敢講提動議 你們程序發言 所以我才說你們胡說八道 因為不能停止討論啊 事案都討論完了 昨天事案都討論完了 不要到這裡把昨天的情況 討論完了嗎 討論完了沒 討論完了嗎 結果 講你兩句 結果 講你兩句 結果一整天 結果一整天 為什麼到十點 為什麼到十點 就不讓我們發言了咧 是我害到你哪裡了 我把整個事實呈現出來你在講什麼 草野協商 不是是 你不要停止討論 我們當然要程序發言 大家要抗議啊廢話 草野協商 你來這裡回家 我怎麼看東西 你是要做什麼 現在還有什麼好協商的 草野協商用講的 你不要用丟 又顛倒是非 你顛倒是非 你顛倒是非 想顛倒是非 本來就是 院長 本來就不可以這樣發言啊 什麼就 我們都要強述 你不可以再也不強述 你啊 我們很禮貌了好不好 要結束嗎 這哪一位 我們 這哪一位等一下 草野協商可以拍照嗎 你那個不 真的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